一般首播剧集火了热度绝对延伸到第二步 正品阳光觉得不会再到嘴的肉浪费掉 狼牙榜9.2分的高捧自然逃不过第二步来袭 当狐哥把狼牙榜将左眉狼引向高潮以上 第二步接收的人自然也是亚历山大啊 而对于狼牙榜之风起掌灵 有没有狐哥同时也是不少网友关注的 而其实早在电视剧还没有开拍之前 狐哥就已经表示将不会拍摄拍摄狼牙榜第二步了 所以在狼牙榜之风起掌灵是没有狐哥的 但是对于狐哥是否会有情客串 则还需要等到电视剧播出之后才能够知道的 这部电视剧改编终于原著 且狐哥塑造的男主角梅长苏更是神还原 这样一部优秀的超级IP自然逃不过拍续集的命运 正午阳光也放出了要拍摄续集的消息 狼牙榜之风起掌灵呼之欲出 不过这部续集没有原班人马参演 主角选用了演技受到质疑的黄晓明 该剧讲述了在狼牙阁学艺的《萧萍经》 调查其兄长林军副帅萧萍章一案而牵扯到大量安危的故事 所以狼牙榜之风起掌灵由黄晓明主演 他饰演的萧萍章一身不一 大有模仿江左眉狼的感觉 而狼牙榜之风起掌灵讲述的故事是在狼牙阁学艺的《萧萍经》调查兄长林军副帅萧萍章一案 牵扯到了大量安危 由黄晓明 佟丽亚 刘浩然 张慧文等明星单纲主演 网友也纷纷评论表示 我看见我家老胡 那叫一个激动啊 果然 胡哥就是那个惊艳了我一生的那个人啊 但是 我在看到某黄姓时 我只想说 啊 我的双眼 那死了